因為我們是本會的委員就是程序問題 如果是其他委員會的委員來這邊發言就是會議訓問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我想我們今天最主要是審理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這個法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大家都非常關注 我們也應該要尊重主席 他安排這樣一個議程 當然我們也覺得我們委員同仁也有這個權力提出變更議程 但是我想很多事情依法論理 大家按照程序來 那昨天导格案當然被否決 這個是各自的政黨攻防 不管是怎麼樣我們都彼此相互的尊重 不過我們也要特別提到 也不是說 贊成否決 因為 我們任何一個委員 尤其民選的立法委員 尤其民選的立法委員 每個人都有他民意的基礎 到立法院來就是代表人民來行使權力 大家彼此相互的尊重 也不是說自己的發言就是代表民意 對方的就不是代表民意 所以我想這一點我們要特別提出來的 另外第二個 剛剛在黨委員有特別提到說 昨天江院長在立法院議場前開記者會 其實不是 因為昨天是立法院黨團開記者會 對於导格案被否決之後 我們對外有一個說明 因為江院長到立法院來 也跟王院長跟我們黨籍的委員來致謝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他來 也對於未來整個政府如何來施政的一個方向提出來 所以他特別提出來要全力來拼經濟 所以並不是他主動在這邊開記者會 我也要特別說明 那剛剛在黨委員有特別提到 有關於法務部成立的監聽調查小組的一個報告 行政立法之間彼此相互的尊重 法務部做這樣一個調查報告 當然也有他立論的一個基礎 我們任何一個委員也可以提出質疑 也可以說不相信 不過我是覺得還是要依法論理 今天並不是說不能邀請他們來做報告 不過我是覺得應該要尊重主席 他安排的一個議程 那要法務部來做這個報告 是有急到那個地步嗎 其實差不了幾天嘛 下個禮拜我們吳宇貞委員擔任主席 其實也可以排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還是應該繼續審查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那明天也有其他重要的一個法案要審查 我想我們尊重整體的